韩国瑜当选了院长之后 首度主持朝野党团的协商 犀利果决 有网友就翻出了 韩国瑜跟民进党团总召 柯建民31年前 就是立法院的同届老战友 两个人当时的照片大曝光 立法院长韩国瑜 首场党团协商 出名秀正式登场 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 和韩国瑜31年前 是立院同届的老战友 面对全新国会局面 韩国瑜说 有人建议他改头换面 短短三天 接到很多人的建议电话 接到很多电话关切 注意哦 不要随便开玩笑哦 走路要靠右边哦 做人要有礼貌哦 口袋里要戴手帕 卫生纸哦 这个韩国瑜已经不是韩国瑜了 如果因为当了院长以后 早上起来过一个月之后 照镜子 好像那个满清啊 紫禁城里面 那个老太监一样 面容枯搞 面无表情 而且这不是我们要的 韩国瑜果决 敲定2月20号 院会正式开议 韩科两人国会同台这一幕 网友翻出31年前 1993年 两人都是第二届 新科立委同窗哨 只见韩国瑜当年的法量 已经是地中海籍 而留着小胡子的柯建民 一头乌黑茂密的法量 对比现在柯建民法量稀疏 韩国瑜地中海不断扩张 网友开玩笑说 韩国瑜现在还是顶上五毛啊 柯建民当时头上的毛真的好多 光看头顶有藏不住的沧桑 这样头脑还很清楚就好了 市民的理修人 都是本党的经营 国民党也过很多 那时候还有党党当然赵沙康嘛 那是我最年轻的嘛 韩国瑜当选院长后 民进党网军出动围剿 说韩国瑜没有每天进办公室 先前猛黑韩的网红馆长 现在改口狂挺韩国瑜 民进党真的是输不起 赢了总统还这么嚣张 侧义还这么嚣张 民进党完了 以后没有办法一把抓了 既定的事实就是 你们输啊 送 院长买 韩国瑜总算送 你们没办法有啦 给你们没办法贪啦 赖清德绝对边缘的 我以前很喜欢民进党啊 我现在不喜欢啊 因为他们够垃圾啊 怎样 我不能喜欢韩国瑜哦 我就喜欢怎么样 我就是看他当了院长 我爽 我觉得看韩国瑜不错啊 国会新院长新气象年后开议 韩国瑜要用热情团结朝野党团 为国家打拼 记者杨洁 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